退役特种兵径偷看16岁女孩洗澡 不料下一秒 眼看小命快要不保 萧恩连忙闪躲到了一旁 用力掰断肩膀上的箭矢 利用大树的掩护观察敌人位置 可还没等他回过神来 第二只利剑便接踵而至 此时萧恩也知道偷袭他的人 正是他在坦大哈的战友迦娜 于是萧恩大声喊出自己的名字 并缓缓从树后走了出来 举起双手单膝跪地表示自己没有任何恶意 这次前来也是想知道罗林斯的真实身份 原来就在不久前 大卫通过研究录像带发现 视频的拍摄人是萧恩的前队友迦娜 显然这个迦娜一定是知道点什么内幕 所以才会提前录制好这一份罪证 于是大卫根据不态追踪系统 很快就锁定了迦娜的位置 这也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时间一转回到现在 认出萧恩的迦娜放下手中的武器 走到萧恩身边表达了自己的歉意 他也没有想到当初的一个举动 会给萧恩的家人带来灭顶之灾 随后 加纳跟萧恩讲述了录制视频的原因 原来当初加纳发现 罗林斯居然利用战友的尸体运送面子 于是便想录制下罗林斯的犯罪证据 以此向CIA的高层检举揭发他 不过他也不知道罗林斯的真实身份 只知道一个名叫班内特的男人参与了此事 可还没等萧恩询问更多 边上就传来直升机的声音 紧接着 一群和枪尸弹的特种小队便冲了过来 而操控这一切的人正是罗林斯 这些年来 罗林斯一直在追杀当年的知情人 更何况现在的罗林斯正处于禁声状态 他更加不会允许当年的事情败露 因此这群特种小队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消灭一切可能知道真相的人 可他们不知道自己即将面对 是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海豹突击队员 很快加纳回身一剑干掉一人 紧接着 一名士兵便踩中了加纳提前设置好的陷阱 萧恩走上前去一刀帮他解决了痛苦 而看到这一幕的罗林斯也是吓了一跳 随后萧恩夺走了士兵的配枪 开始点名一枪一个 意识到情况不对的特战队员 直接改变策略开始使用三三制战术 也就是在这时 加纳身中两枪直接丧失了战斗力 紧接着萧恩也被打中一枪 不幸的是手中的武器还没了子弹 眼看寡不敌众 萧恩和加纳只能躲在树根下可待反击 此时所有特战队员也曾进攻姿态包围了过来 就在两人准备拼命一搏时 萧恩抬头一看 发现一架无人机正在上空盘旋 原来是大卫的增援报 通过上帝视角 大卫很快便锁定了萧恩的位置 有了物理外挂的加持 萧恩和加纳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敌人 随后萧恩便开始了点灵射击 随着萧恩解决掉最后一名敌人 他拿起头盔上的摄像头 对着罗林斯撂下了狠话 我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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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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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